聊斋之意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任秀 任健之是山东与台人 他的工作为贩卖毛毡 球皮 一次 他带着所有资金到陕西 途中遇到一个人 自称 我叫申竹亭 是江苏肃千人 两人十分谈得来 于是成为了结拜兄弟 行走住宿都在一起 到了陕西 任健之生病了 卧床不起 申竹亭很好地照顾他 十几天过去了 任健之的生命危在旦夕 他对申竹亭说 我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资产 一家八口人的衣食 都靠我一个人在外面辛辛苦苦地做生意挣的钱 若今日我不幸要在异地去世 你是我的好兄弟 在这离家两千多里之外的地方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身上带着二百多两银子 一半你拿去 替我准备好棺材 剩下的你拿去做盘缠 另一半寄给我的妻子和儿子 好让他们可以雇车子 用我的棺材回家 如果有人肯将我的残骸带回故乡 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说完 任健之就趴在枕头上写了封遗书 交给申竹亭 夜里 任健之就去世了 申竹亭用五六两银子替任健之买了口薄棺材 将他入殓了 店主人催促他赶紧把棺材移走 申竹亭假装说他要去找一个寺庙安放棺材 竟然逃走不回来了 人家一年多以后才知道 任健之确实死了 他的儿子任秀正是17岁 正跟着老师读书 此后他就休学了 打算去寻找父亲的灵鹫 母亲可怜他年纪尚小 不想让他去 任秀痛哭流涕 伤心欲绝 母亲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 替他准备好行李 并派一个老仆人跟他一块去 半年以后他们才回家 任健之入葬以后 家里把所有积蓄都划光了 幸好任秀天资聪颖 丧期满后 他进入于台献学读书 但是任秀轻薄放荡 喜欢赌博 他母亲尽管严加管教 然而他都屡教不改 一天 主考官来到献学主持考试 任秀只考了四等 母亲悲愤地哭了 饭也吃不下 任秀又是惭愧 又是害怕 在母亲面前发誓要好好读书 于是 任秀闭门读书一年多 终于以优异补选为领生 领到了朝廷供给的生活补助 母亲劝他开了个血管教学生 然而 人们觉得他行为放荡 不自检术 都讥讽轻视他 任秀有个表叔张某 在京城做生意 劝任秀到京城去 并且愿意与他同行 分文不收 任秀很高兴 就跟着走了 他们来到山东临清县 把船停在了临清关外 这时 有不少沿船停靠在河边 翻墙如林 任秀躺下以后 只听水声 人声嘈杂 实在太吵了 他无法入睡 等到更深夜静以后 突然 旁边的船上传来清脆的这骰子的声音 任秀听到了 心里有些痒痒的 他不由得就饮发作 他悄悄听了听 同船的客人都已经睡熟了 任秀的口袋里有一千文钱 忍不住想去那个船上赌一把 他悄悄起来 解开钱袋 拿着钱却犹豫起来 回想母亲的教诲 就又把钱放了回去 他虽然睡下了 但心却砰砰的不停跳动 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又爬起来 又解开钱袋 重复了三次 最后 他赌性大发 实在忍不住了 便带着钱 直接到了旁边的船上 任秀到了船上 只见两个人正在赌博 他们赌注都下得很大 他把钱放在桌子上 就要求入局 那两人很高兴 就和他一起制骰子 任秀一出马就赢得了头局 其中一个客人把钱输光了 就拿了巨额银子 交给船主做抵押换了零钱 慢慢地 兴起所有 拿出十几罐钱做赌注 他们正赌得高兴 又有一个人乘船过来 贪婪地注视了很久 决定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将一百两银子交给船主做抵押 加入赌局 一起玩起来 张某半夜醒了过来 发现任秀不在船上 听到制骰子的声音 想到 任秀肯定赌博去了 便来到旁边那条船上 想让任秀停手 不要再赌了 他来到堵捉前 只见任秀屁股和大腿旁边的钱 已经堆得像山一样高 便不再开口说话 背了几千钱回到自己的船上 他把同船的客人都叫了起来 来来往往地搬运 还剩下十几罐钱 才过不久 三个客人全输了 一船的钱都用光了 客人想用银子做赌注 但是 任秀的欲望已经满足了 升穿不用铜钱就不赌 有些故意为难他们的意思 张某站在一边 又催逼任秀回去 三个客人都挤躁起来 船主看到有钱可赚 就从其他船上借来了一百多罐钱 客人换到了铜钱 赌得更大了 没过多久 钱又输给了任秀 天有些亮了 可以放船通行了 任秀和表叔一起把钱运回船上 三个客人也走掉了 船主一看那三个客人抵押的二百多辆银子 全都变成了纸钵灰 他吓了一跳 脸色都变了 找到了任秀的船 给他说了这个事情 想向他讨要赔偿 等到问起任秀的姓名 籍贯 船主才知道 他就是任建制的儿子 便缩起脖子 羞愧难当 就流汗走掉了 任秀问华船的人 才知道船主就是申竹亭 原来 任秀到陕西的时候 也常常听到申竹亭的姓名 事已至此 鬼已经报应他了 所以不再追究和他以前的冤仇了 任秀于是用这笔钱和张某合伙 到北边做生意 到了年底赚了几倍的利 于是 任秀按照惯例捐钱买了一个奸生的身份 从此以后 他以资本经商放债升息 在十年的时间里 他的财富雄霸一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